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二个是MQTT它的协议的一个对比 还有它的一个领域模型 第三个是MQTT在Rocket MQ 它上面的一个融合的架构的设计 还有包括我们新推出的Rocket MQTT 5.0 它的协议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实现 第五个就是我们这个消息中间键 就是我们在云上Service化的一些实践 和流转的一些生态 第六个就是我们阿里云MQTT在车联网中的一些实践的架构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IoT的消息场景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本身在消息团队嘛 我们本身也做一些服务端的场景 包括Rocket MQ 卡夫卡 其实IoT场景它包括信息处理和传输 它是和传统的服务器场景 服务器集群消费的场景是非常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传统的消息场景 它所在的服务器的硬件资源性能是非常好的 它一般运行在比如说容器 虚拟机 物理机上面 但是我们IoT场景因为一般都在边缘设备上 所以它的计算和存储资源一般都是极其有限的 同时网络环境传统的消息也是在 基本都是在内部IDC 具有高带宽 高稳定性的网络上进行运行的 但是我们MQTT一般是运行在公共网络环境下面 一般它的网络环境比较复杂 尤其是在弱网环境下 它的网络是非常不稳定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客户端它的一个规模 一般的服务器 也就是我们传统消息场景 它的客户端数量一般不会非常多 一般最多也就是到万级别 但是我们在IoT场景下 中端很多客户提的要求 可能是他们的客户端数量 可能是上亿的或者上十亿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别 第四个就是生产模式上面 尤其像卡夫卡这种包括流逝的大数据处理 它这种它每秒钟处理的消息 流出是非常多的 所以它每个客户端可能产生大量的数据 但是在IoT场景下 至少我们现在接触这种场景下 其实它每个客户端 包括它的信息上报 包括它的一些控制指令 它其实产生的数据量是比较小的 最后一个就是它的消费模式 传统的消息收发 它的一条消息一般最多只会被十几个 十几个已经很多了 最多被十几个消费者所接收 一般是不同的业务 比如说我的库存 我的订单或者是大数据处理 它会生成几个不同的custom group 它去进行一个消费 所以一条消息最多有十几个接收者 但是在IoT场景下 因为MQTT它本身是一个面向广播的协议 所以它的收件人可能是 一条消息可能有上百万个收件人 而这每个上百个收件人 它都是一个终端设备 介绍完IoT的场景 我们再接下来介绍一下 就是IoT场景一般运用的 我们这个消息的协议 也就是我们MQTT协议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轻量 因为前面包括Pata同学也说了 就是我们的终端设备 其实它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 是极其有限的 我们很难将一些重资源的 服务端的SDK 在我们的终端设备上进行运行 而MQTT其实它是一个 非常轻量级的一个协议 它的SDK可以在 它支持很多种语言 支持在很多种设备上进行运行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标准协议 因为重型的这种服务端的SDK 它其实是把很多协议通信的内容 封装在SDK里面 包括我们大家用Kafkara RocketMQ 其实你很难体会到一些协议上的东西 因为它SDK其实已经封装好了 但是MQTT因为它的轻量性 所以你在说发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感受到它的谐语意的 第三个是我们的P2P 这个也是和服务端不同的 就是我们一条消息 其实你发出去之后 它是有固定的设备端去接收的 而不是任意一台服务器能消费的 第四个是我们的广播比 也是刚才前面说到的 就是我一条消息 到底会被多少个消费者所接收 我们MQTT协议它的广播比 其实是非常大的 第五个就是海量介入 因为我们的IoT场景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连接数过来 所以我们在消息中间间设计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针对海量连接 进行单独的一个设计 接下来介绍一下领域模型里面 它的一些不同 比如说我们的规则协议 我们的经典的协议里面 我们订阅TOPIC 一般是我们会订阅一个TOPIC 加上分区或者是Q的ID 但是MQTT协议它其实是更加灵活的 因为我们会 MQTT协议它其实是支持多级TOPIC 同时它还支持通配服的这种订阅方式 所以它其实比经典的消息场景 会更加的灵活 第二个是消息匹配机制 前面也讲了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服务器消费的场景下 其实你保证一个消费者组里面 多个消费者 任意一个消费者消费都是OK的 但是在物联网的场景下面 我要发给 就是我一条消息匹配到的客户端 这些设备端全都要消费OK之后 我才能返回一个爱客 我才不会去进行一个重投 这个是两个的一个核心的差距 第三个是消费的模式 消费模式普通的传统消息里面 它其实会有推模型 拉模型 或者是POP的模型 其实推模型 拉模型 都有它们各自的优势和缺点 比如说推模型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型 它其实是服务器 直接将你这个消息推送给这个设备终端 这个设备终端其实它就对SDK要求不高 它直接推送消息到终端 但是对于拉模型来说 客户端可以很好地把握你这个拉取的时机 包括你自己想要消费什么样的消息 你可以自己去管理这个位点 但是同时这对客户端的SDK也有较高的要求 所以我们SD 所以MQTT协议目前使用的是这种推消息的模型 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我们RocketMQ的融合架构设计 我们整个MQTT其实阿里云MQTT的实现 它是基于我们RocketMQ作为一个存储去实现的 我们底层的存储是RocketMQ 我们也是计算层和存储层是进行分离的 可以单独进行一个扩容 我们其实是实现了一个MQTT Proxy层 它提供了一个MQTT协议的一个网关 它能够提供我们标准的MQTT 3.0协议 5.0协议 包括我们一些WSR WSS TLS 包括我们还提供了一些服端的接口 MQP接口 同时为了针对前面说到的通配服的消息匹配 和这些中端的消息匹配 我们也有相应的消息匹配的模块 因为IoT设备其实它还有很多的状态管理 包括我要告诉客户 我的这些你的设备的状态 你的订阅的信息 我们也会有对应的设备的状态管理 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原数据的管理 比如说你连上来的一些session的信息 你的一些过期时间 我们全都会存到一个我们自研的一个 通过GRAFT开发出来的一个存储引擎里面 这个现在目前也是开源在Rocket MQTT下面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消息存储引擎 这个其实是跟我们Rocket MQ存储相对接的它的一个接口 它会把我们MQTT消息转换成Rocket MQ的消息 然后进行一个收发 大概讲完了整体的架构之后 我们看一下我们底层是怎么存储的 因为底层存储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我们对列模型的选择 其实这里主流的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写放大方式 第二种是读放大方式 其实我们在业界的实现中 发现两种方式都有在采用 写放大模式很简单 其实相当于你每个设备终端 我会为它创建一个收件箱 就是我一个消息发送过来之后 如果我匹配到这个topic定义 我会投递到这个client 它对应的收件箱里面 但是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一条消息 我放大百万倍的话 那可能我的存储压力和成本 会非常地高 但是对于传统消息 比如说AMQP消息 这种的话它放大倍数不是很高 AMQP鞋有很多这种 也是用鞋放大的 但是对于它们来说是OK的 第二种方式是读放大 读放大的话 其实我们采用了 rocketmq的两个特性 一个是轻型队列 light message queue 然后还有一个特性 是它的百万队列 它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 它具体的实现是 比如说我现在发送了一条消息 我会把它进行一个存储 但是我会把它匹配到的所有的topic 我在上面会打一个标 比如说它现在匹配到 两个通配服订阅加一个完整的订阅 我会把这三个标打在这个消息的属性里面 然后我存储存在 存储的时候 不仅会存储消息 我会 比如说它有三consume queue 我会构建出来这三consume queue 作为索引 到处客户端会去拉取这个索引去进行 在存储里面定位到唯一条消息去进行消费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一条消息其实是可以重复被多个client 被多个订阅所读取的 我们在这里面写放大的部分 其实只有这个索引文件 不过这个索引文件里面只存的是一些位点 所以这个写放大是非常少的 第二个呢 是用我们RocketMQ它的一个百万对列的能力 因为原本如果不开放百万对列的能力的话 我们其实每个consume queue 是用一个文件去进行存储的 但是RocketMQ它通过RocksDB 将我们这个consume queue 变成KV形式来存储在RocksDB里面 就可以避免你整个服务端 去打开百万个文件具品这样 这种形式去给服务端 就是降低了很多的压力 接下来再看一下 RocketMQTT这个消费模型 它是怎样去消费消息的 就是它怎样去通知一个消息的到达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条消息 通过不管是MQTT协议 MQ流转还是MQP 或者是EV的方式 发到我们的存储里面 它是怎样去通知消费的 我们其实是有个notify模块 如果消息来临之后 它会去通知我们前面的网关系统 也就是我们前面刚才说的那个proxy 它会去通知它去进行一个消息的匹配和拉取 它会检测到我这个网关上面 有哪些连接是匹配这些消息的 然后它会去对远端的这个RocketMQ 它会去做一个消息的拉取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notify 我怎样去知道我要去通知哪些网关 其实这里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 无脑的广播给所有的网关 第二种方式是 我可以去维护一个全局势图 就是我哪些网关上面有哪些client 我去做一些匹配 然后我定向地去告知部分网关 就是我这些消息是匹配的 其实在我们线上的这些运行环境来说 其实第一种广播虽然看起来无脑 但是其实是比较好用的 因为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其实一条消息 大概率是被非常多的设备所接收的 所以其实你去做一个精确匹配的话 它实际上也可能 其实就是一个广播 无脑发给所有的网关的一个行为 第二个的话 是如果你想尝试去维护一个全局的仕途 其实你在整个包括你连上来的流程 包括你消费的流程 它都会无形地增加计算的压力和RT的压力 所以我们当前目前采取的是一个广播的策略 然后第二个优化就是 我们可以在中间加一个catch层 就是我们每个proxy可以加一个catch层 因为我一条消息被1万个设备所广播 因为MQTT其实这个协议中 它冷读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我发送一个消息 基本会直接推给所有的我的终端设备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做一层catch 我一条消息推给几万个设备 我就可以将原本要读几万次的一个读 变成一个读 然后接下来去跟大家介绍一下 MQTT 5.0协议它的一些特性 有一些特性其实和Rocky MQ 它是非常匹配的 就是用Rocky MQ 它其实也能快速地去实践这些功能 比如说一个就是我们Rocky MQ 就是MQTT 5.0它有一个特性叫共享订阅 其实就是类似于我们传统消息场景中的一个集群消费 它的需求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可以同一个消费者组的多个消费者 对于同一个topic 它可以进行一个集群消费 就是一条消息被这个消费者组中的任意一个消费者消费就OK了 这个可以大家自然联想到 Rocky MQ它里面的一个pop的消费的模式 就是我一个Q可以被多个消费者组消费 但是在卡夫卡中它其实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 因为卡夫卡它的Q 一个Q最多只能被一个消费者消费 比如说我卡夫卡的一个topic 它底下有10个Q 但是它有100个消费者 但不好意思 其实只有10个消费者只能消费的 其他90个消费者 因为它没有分配到Q它没法消费 然后前面也跟这个PASA同事沟通了 他们其实也是有这个shared subscription的这个功能 其实我们一旦拥有这个Rocky MQ它这个pop的能力之后 我们可以在每个网关层 我们去做一个consume group 加这个topic它的这个pop接口 我们每次当有新鲜的消息来之后 我们可以去notify这个网关 然后让它对这个Rocky MQ进行一个pop的操作 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可以非常快速地实现 这个共享订阅的功能 我们还看了业界 其实有一些其他的消费的方法 比较极端 是一般数比如说我有五个网关 它会有一个leader的网关去进行消费 消费完之后它会去把 它会自己把这些消息去分发到别的网关上面 相当于通过一个单点的方式 去实现这个共享订阅的 不过这样会很容易造成单点问题 接下来介绍的一个特性是消息的TTR 就是消息过期 因为物联网场景的话其实有很多消息 尤其是这些控制命令 这些消息它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 因为我们原先看到一些客户它的消息 就比如说我们原先有客户 他们的客户就是拿手机操控车窗 然后点了开窗 结果他们那边消费有瓶颈 然后导致了冷毒 然后两个小时之后他们车窗突然打开了 结果外面正在下雨 然后扯上了官司的时间 然后我们这个Message TTL 我们其实是我们借用了一个RocktimeQ 它的一个Circle92的一个能力 Circle92的能力其实就是我们在消费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做一层过滤 这个时候我们很好的做法就是 我们在发送消息的时候 我们直接把它过期时间写入到它的属性中去 然后我们直接在Circle92中 我们的过滤条件就是TTL小于当前的时间 这样的话我们在存储层 其实就直接把这个消息全部过滤掉了 这样推到我们的网关层 我们的网关层不用再去做过滤了 同样的我们也对比了一些其他做法 其他有些方法是直接在网关层 因为底层有的存储 因为底层有的是用的OTS 有的是用的RocketMQ 有的甚至用的是Redis做存储的 其实很多业界其他的方案 他们其实是没有底层过滤的能力的 所以如果你在存储层 其实能做一道过滤的话 对于网关层和存储层都能降低很多的压力 第三个特性是Well消息 Well消息它其实是为了避免 就是你5.0连接连上来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连接异常的断开 然后我其实检测到这些异常的断开 我可以去进行一些恢复 它本身的寓意是当我异常断开的时候 我的服务端会代替客户端去发一条遗嘱消息 去通知对应的topic的订阅者 这里面其实分为两个场景 第一个是非服务端当机的场景和服务端当机的场景 非服务端当机的场景 这个比较好做 因为其实我服务端如果在没有当机的情况下 我的客户端发生了异常断联 比如说它的心跳超时了 比如说包括它发了一个asset包 这个时候服务端是能够明确知道的 这个时候我就会去直接代替客户端 去给对应的网关直接发送一条遗嘱消息 第二种场景比较复杂 实际上是服务端当机的场景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你本身服务端已经当机了 你没办法去再做一些通知的事件了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 我们会其实会有一个leader的proxy网关 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 如果你设置了遗嘱消息的话 你会定期向我们这个原数据存储系统里面 就是定期刷你这个session的时间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网关去定期扫 如果发现你这个session的过期时间已经超时了 我们可能就认为你已经发生了异常断联 因为你没有往这个里面进行一个更新 我们就会代替你去发送遗嘱消息 接下来再讲一下就是我们MQTT 它的一个在云原生上面的一个秒积弹性 其实也是一个我们云原生的一个实践 因为前面讲到了我们那个MQTT 它其实面向是百万连接的 它的连接数会非常的多 而连接多其实带来一个烦恼 其实就是它的内存占用会非常多 我们在这里其实做了一个socket的卸载 就是我们在我们psocket层里面 其实启动了一个rust的进程 rust的进程 其实这个进程是主要去承载 我们的socket连接的 就相当于我们原先的socket连接 全都是接在psocket进程上面 但是我们现在全都是接在我们这个rust的进程上面 因为rust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非常的高性能 而且它的内存占用非常少 所以我们现在的连接全都是接在rust上面 这个给我们带来几点好处 第一个是内存使用的下降 第二个是它能够做到无断连的发布 因为我们连接现在在这个rust上面 我们后面的那个mqtt javaproxy线程 我们以后发布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发布这个进程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前面这个rust进程 它的连接是完全没有断开的 这个是我们socket卸载带来的两个好处 然后一个就是秒级扩容的成本 因为我们消息场景 它有时候会突发地去发很多的消息 比如说它突然进行广播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对我们的pode 进行一个快速的谈起 我们的一个实践手段是 我们会去创建 多创建几个只有rust进程的一些pode 它没有后面的proxy进程 当我们后面弹性预测 我们需要预测到它需要弹这个pode的时候 我们就会将这些只有rust进程里面 将它的proxy进程给拉起 这样的话带来的什么好处 因为我这个pode在创建的时候 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包括我的pode的创建 一些资源的挂载 这都有时间 如果我在后面 如果我创建几个空 也不是空pode 就是只有rust进程的这些pode的话 它其实我给它的request limit 我把它的request资源设置得非常小 其实它资源占用是非常少的 就是平时它占用资源非常少 但是我一在消息量突发的时候 它能够快速弹起这个pode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弹性的预测 其实弹性的预测我们也是实践了很多 包括我们会去用一些白核指标 包括我们的tps connection数量 还有包括我们的cpu内存 我们还会有一些黑核指标 比如说我们的rt 我们会综合这些指标 然后去做一些弹性的预测 就是预测我们是否要开始谈pro的 接下来介绍一下就是mqtt消息 它整个流转的生态 因为其实mqtt消息 物联网消息 它其实并不只是于 就是我的终端设备之间的一些消息的收发 它其实更多的可能像是 发送到一些数据分析平台 包括发送到一些db里面 我们阿里云其实提供了一款 就是事件总线的产品 其实叫event branch 因为我们本身底层存储是okitmq 我们这个event branch 它底层也是okitmq的 它可以借助event branch 去转发到我们各个的平台 其实这个event branch 现在已经支持的云产品 包括250家 现在支持的sauce和target数量 也超过了30家 去年应该也是在这个会议上面 就是他们也有所发布 然后最后再看一下就是我们的阿里云MQTT 在车联网中它的一个实践的架构 因为最近新能源车比较火 其实最近就是接到的新能源的客户也比较多 就是我们也大致了解了一下他们的架构 但是我们在中间其实只存在了一个消息层的东西 他们客户就是在车企里面 他们传输的信息其实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包括一些车况的信息 比如说一些车速啊 车窗啊 包括你的一些蓝牙音响 还有你的空调灯光座椅的 他们有的都会通过这些信息进行上报 或者是我们发一些控制指令 包括他们的APP设备端 APP设备端一般是发指令到服务端 然后服务端去发一些服务器的指令 通过AMQP协议去到我们MQTT服务器 然后再分发到他们的中端 包括路端也可能会有一些信息的上报 包括中间使用各种协议也很多 现在主流的是3.0协议 5.0协议 外面可能会去封装一些安全协议 比如说X509双向认证 有的使用WS 有的使用WSS 有的还使用我们的OpenAPI 去当服务端的一个发送 包括TIS协议也是支持的 发送到我们这边 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个高可用的集群 我们会对它去进行一个统一的健全 包括离线消息的存储 我们也会对它进行一个设备管理 并且透出一些接口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流转引擎 因为大部分客户用我们 其实它都是要流转的 第一个方式是流转到他们的ROCKETMQ实力里面 他们去做一些业务的处理 包括去流转到大数据的平台 去进行一些检索分析 第二个就是通过Event Branch 直接流转到客户的其他的云产品当中 第三个就是客户自己直接通过 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AMQP的服务端的 高性能的消费的接口 客户可以直接通过这个高性能的接口 直接去进行一些消费 然后去进行一些业务处理和计算 接口就在找这个手机那边 来看看我们的交费 我们的交费 最后的经兵 我们可以拿费 其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